AND 特別注意 在 Excel 裡面是AND沒有加空白 可是 VBA 一定要加空白 所以空白 AND 前後都要加空白 AND 什麼? AND F 欄裡面的這個東西 那 F 欄裡面的東西什麼表示? 其實就是直接用 Ctrl C 把這邊貼上 改成什麼? 改成 F 因為我去 F 欄 抓什麼呢? 抓 11 放在這邊 然後再 AND 空義格 AND 然後再加一個雙引號 這個 MINUS 符號 好,那我把它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喔 它就出現 0911 有沒有? 後面再來怎麼樣? 再來就是要把它加上區碼 加上區碼怎麼加? AND AND 什麼呢? AND G 欄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再把它複製一下 改成 G 就可以了 記得 AND 前後都要加空白 這邊改成 G 改成 G OK 輸出 但是沒有補零 對不對? 記得喔 前面加一個 本來是 TES 可是在 VBA 裡面 它不是 TES 它叫 FORMAT 你可以打一個 V 打一個 V VBA 點 F 它會有往下找 VBA 裡面所有的函數都會出來 裡面的話會有一個什麼? 叫做 FORMAT 的東西 所以你這邊喔 點 我再把它隔開一點點 點 點 點什麼? FORMAT FO 有沒有? FORMAT 這邊就出來了 空義格 然後呢 FORMAT 什麼? 把剛剛這個東西 刮虎起來 刮虎 FORMAT 什麼? 這個少一個 SELS FORMAT 它 SELS 然後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東西呢 再加上什麼? 豆點 一樣 000 後刮虎 這樣就OK了 所以有沒有 FORMAT 這個 VBA 你不打也沒關係啦 因為它這個只是點下去 它會給你提示 所以你把它先清掉好了 直接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084就出來了 那一樣的道理嘛 後面怎麼做 一樣嘛 再把它拉寬一點點 那程式不用重寫了 因為後面都一樣 所以記得喔 從這個 AND 的前面空白 一直複製到哪裡呢 複製到後面 有沒有 就是這個東西 再加FORMAT Ctrl C一下 把它貼到後面 那把什麼呢 G改成什麼 H 輸出 做完了 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做完的結果 就是這樣子 所以等一下請各位練習啦 我們 切記就是說 可以先把這個 VBA 的視窗縮放一下 那為什麼需要縮放 主要是便利你去看你到底要做什麼 第二個是說 你做一個清除之後 記得縮排 註解 貼過來 把它改成門號 後面的東西 改這一串 應該可以理解吧 那Sales是關鍵 因為可以透過 Sales去什麼 放你要放的資料 它的意思 可以從哪個儲存歌 抓資料 丟到哪個儲存歌 那特別注意 你這個後面是 你要抓的資料 就從這邊 抓到哪裡 輸出 所以特別注意喔 它輸出一定是寫在前面 以前我們是1加1等於2對不對 這個邏輯有點像2等於1加1 做完的結果放前面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以前那個 因為很多同學 一下子轉不過來 是因為 這個邏輯不太一樣 輸出反而在前面 我們是2等於1加1喔 不要一直 腦筋轉不過來 請問老師為什麼好像感覺 跑跑 所以你轉個彎 就大概知道了 就把它輸出了OK 好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畫面 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那這些其實 我想道理 各位應該都懂啦 只是說你要馬上一次喔 就可以全部都打出來 應該是不太容易啦 所以回家 也許你可以先理解 那可以打多少出來 就算多少 那盡可能的就是說 也不要急救張 一定要說牌加註解 說牌加註解 因為之前有同學 問的問題裡面 大部分都是什麼 就是 沒有縮牌 要不然就是沒有註解 我覺得這個還蠻可 他其實都做蠻多的 但是就是差別 就是有些小習慣 沒有養成 因為你如果 你的習慣正確之後 你以後寫的程式 就比較不會錯誤 那你就會寫得 越來越順暢 越來越有成就感 越來越喜歡這個東西 因為他真的是可以 一下子幫你 處理很多的事情 好… 是… 對… 太極了… 對… streamlined